此时杜杜和小五都已经穿上了金属黄军 而我还是一身先为制造而成的杜甲 不行 我也得必须做一套才行 真是屡试不爽 但我还没有玩够就被多多骑走了 他说他找到一个地方 那里处于地下更深的位置 他就骑着翻滚鼠先去探路了 此时让我找到了一个泰克箱子 里面居然有某人的日志 我看了一下留下这个日志的叫大安娜 日志中记载着 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的目标 显然这三个位于地平线上的房间杯 和某种疯狂的传送门科技有关 而且每一个房间杯都和位于我们上方 很远处的第四个信号相连 不管那里是什么 我们都需要关闭它 圣地要个说它能把我们传送到那里 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在哪里等着我们 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原来这里还生存过许多的人 在光靠这一个日子 并不能对这里了解多少 看来我得去找到更多的日子才行 我在这里生存了好几天了吧 我也分不太清楚 这里除了频繁的地震之外 夜晚与白天也是混乱的 有时候白天比夜晚长 有时候夜晚比白天长 等等 我的饭口鼠怎么搁屁了 肯定是被嘟嘟那个家伙玩死了 好吧 嘟嘟也回来了 嘟嘟说一个人在下面太危险了 很容易就搁屁 于是我们决定一同前往 在抓了几只带步的宠物后 我们截败而行前往了守卫的地下深处 经过游游的艰辛战斗 我们算是来到了下面的入口 诶等等等等 这这家伙怎么这么可爱 去哪去哪 在入口处我们还发现了蓝色的水晶 并采集了一些带者身上 然后然后我居然看到了一个会隐身的生物 太不可思议了 那机会飞到龙算什么 这会隐身的家伙才可怕 将军像是高科技的生物 原来这是阎龙 不知道这家伙能不能驯服 有机会一定要搞一只 接着我还发现了班龙和一种叫无名怪的生物 班龙在孤岛的泰克洞穴 与焦土神器矿洞我已经见过了 不过这个叫无名怪的生物着实可怕 他们会从泥土里源源不断的爬出来 唯一能限制他们的就是我们身上的发热光的宠物 只要让宠物发热光 无名怪就不会出来了 诶 等一下 又发现了一只班龙 漂亮 我要用流星锤困住它 然后把它训了 诶 诶 诶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大伙快救我 哎嘛 吓死我了 差一点被这个家伙右口吞掉 我的天了 下面的警察震慌到我了 我终于明白海莲娜所说的怪异的美 原来说的就是这里 这里看上去的确很美 但是仔细感受 确实让人感到不适 但是在这里发展了 大家合 think 了吗 Breathe 噢